好了,Part D Given N是10,S是一样 现在有两个missing number 两个,不是一个 例如之前Part ABC都举一个例子 missing number是11,只有一个 现在就问FC1,FC2,FC3 它说其中一个是不能够找出哪两个missing number 因此考生举一个例子去证明为何它不行 如果我们有两个missing number 换句话来说,如果S是5,N是10 即是A的array就不会有9格 只剩8格 再用一个例子,我们假设最后的格 没有了,只剩A0至A7 missing number是11和13 现在有两个missing number 哪一个FC1,FC2或FC3 是找不到这两个missing number出来的呢 其实都很明显的了 因为FC1和FC2是地毯式 逐个逐个array的格去搜寻 逐个逐个搜寻 是不会有遗漏的 即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FC1、FC2的做法 但是FC3就不同了 它用TotalSum去找个missing number 其实概念上FC3是用所谓 ControlTotal去查一下Data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两个missing number 这个简单的ControlTotal就出事了 因为我们知道missing number 如果是11、13 减出来的total减心 减出来的total减心 就会是24 如果减出来的difference是24 其实你肯定都知道 是有两个missing number 因为这里 原本S-14 就某一个missing number 是大于24 如果difference落差24 肯定有两个missing number 不见了 即你是知道有两个missing number 不见了 但哪两个就不能够确定 我们搞少许数学 它可以是11、13 亦都可以是10和14 但不可以两个12 因为我们是consecutive integers 即是没有两个12 只有一个12 你这里就会不知道是哪两个missing 即是你最多能够收窄的范围 但不能够准确判断是哪两个 但当然 MC3也不是绝对找不到哪两个missing number 因为用的字眼就是cannot 但cannot不是绝对的 是有exceptional case 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都要留下数学的成分 如果那两个missing number 一个是13 一个是14 difference in sum 就是27 你一定知道是13、14 你不会找到另外两个missing number 这个是一个unique的答案 即是独一无二的答案 如果这么巧 那两个最大的missing number 不见了 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 题目的所谓cannot 都不是说没有exceptional case 所以它的字眼都有一点 如果它用 may not可能会好些 答案可以这样写 MC3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cannot的 if the missing number 是11、13 then the difference in sum 就会是24 但这个difference 会导致有两个可能的答案 一个是11、13 另一个是10和14 所以MC3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能够给一个unique的answer 记住留意 学术上我们要知道 这个都不是百分百不能够的 即如果最大的两个missing number 不见了 difference就是27 你凭这个difference 27 就真的知道是13、14 是不见了的 可以到还有一些延伸的思考 例如 如果是最小的两个num 不见了 difference 就会是5加6等于11 那FC3在这个case 他可能会得到 他就是不见了11 miss了一个num 或者是miss了两个num 都可以的 是吧 即是11是5加6 或者是4加7 或者3加8 2加9 或者1加10 如取例推 这个问题都很值得 继续给大家探讨 好了 这题我们就到这里了 拜拜